近日,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阿布都热科夫·图木尼亚兹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称,新疆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使学员认清了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摆脱了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精神枷锁,在走向犯罪的悬崖边回了头。 新疆的社会更加安定和谐,各民族更加团结紧密,各族群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 它代表新疆伊斯兰教界人士和广大穆斯林正搞那些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破坏新疆稳定、抹黑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美国部分政客,不要罔顾事实,不要再造谣污蔑。 我夺自实体考察哈士和田、吐鲁番、邓地的教育重心。 我亲眼看到学院在教室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宪法、学习技能。 看到教育重心免费提供的清征饭菜。 学员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愉快地学习生活娱乐。 有时可以倾家外出。 可以回家与家里团聚。 也可以随时打电话。 把自己的学习的体会给家里的家人汇报。 这是对新疆的职业智能教育培训中心。 我所知道的,我亲自看的。 阿布都热科夫·土木尼亚兹还向记者讲述称, 他认识的一些学员在结业后, 大多凭借在教培中心学到的本领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过上了好日子。 哈士市学员阿布都安尼·斯玛伊, 结业后在哈士市一家餐饮公司上班。 他给我说, 我从摆脱了宗教极端思想的劳论后, 他的心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阿布都热科夫·土木尼亚兹还说, 过去的一个时期, 新疆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 暴恐活动多发频发, 严重危害各族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那时的新疆, 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美国纽约一样, 人们活在紧张恐惧之中。 他思想迷路了, 就是他自己迷路的一样。 就是开展职业智能教育培训中心, 就把像这种美路的人, 从这个悬崖边上拉回来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培训中心。 我在这里, 我给世界说一声, 没有这个新疆的培训中心, 就没有新疆的安定的日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来自然是一尊严的安定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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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够了。 感谢观看